送走波及的西林王妃走在王城大街上 身旁的德鲁西发现了一个大人物 那就是国王排名协会的使者 使者有摇比的习惯 一副小丑打扮 在街上边走边记录着剑文 应该是因为波斯王过世 所以才会过来平定新的排名吧 看来又会掀起一番波澜了 德鲁西的话让西林担心起了儿子戴达 此时的戴达又在和魔镜聊天 他刚刚下达了刺查波及的命令 也正因此而烦恼 而魔镜则和以往一样 蛊惑教唆着这位年轻的国王 戴达陛下的做法是正确的 因为没人能保证将来会不会有人拥戴波及 让国家陷入混乱 若是如此就会发生战乱 使许多人丧命 您必须做好防范守护人民 您是天选之人神的子民 您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在魔镜的肯定下 戴达不再纠结暗杀皇兄的对错 于是二人讨论起了新的问题 魔镜所拥戴达从波斯王的遗体上取得力量 毕竟波斯王有着无与伦比的战力 但戴达拒绝了他的提议 比起想方设法取得父亲的力量 他更想要相信自己的可能性 但不久后您肯定会需要那股力量 魔镜再次为戴达进行了预言 但这次戴达却并不相信 哈哈哈 我拭目以待 击败被冰的阿比斯回到了王城 正好碰见正在记录见闻的 国王排名协会使者 看到使者的阿比斯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 因为上次见到他 这是波斯王确定排名的时候 当时使者带着战斗傀儡与贝宾 阿比斯进行战斗训练 面对实力强大的战斗傀儡 贝宾与阿比斯打得非常吃力 但波斯王却只用一招就将傀儡粉碎 这样使者不禁发出了 他是具象们的感叹 若是指论力量 波斯王绝对是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使者与阿比斯聊起往事 阿比斯也不客气的提起了 关于国王排名不太好的传闻 传说排名第一的国王 可以进入神的宝库 选走一样喜欢的东西 而每个获得特权的国王所选择的 都是同一样东西 此后也都是被宝物迷乱心智一样 发疯的寻找着什么 因此历代排名第一的国王 不是下落不明 就是成了疯子 他们究竟向神讨要了什么 阿比斯严肃的询问使者 使者则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哈哈我也不晓得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在使者转身离去之前 阿比斯告诉了他 自己已被新国王革职 此后和波斯王国在无关系的事 这样啊 那分数可要大幅下降了 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 使者活动了一下筋骨 想往都城堡走去 感浪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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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敌尔寺的